如果我们要说到昆凌以她现在的身份 完全可以在家安心地当一个天王嫂 但是她偏偏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又要做好天王嫂的本分 还要兼顾打拼自己的事业 虽然忙碌 但人家还是乐在其中 本可以在家安心地做个天王嫂 但她偏不 作为天王背后的女人 昆凌可是很有抱负的 最近的她虽然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但她对自己的定义仍然是职业妇女 今天工作好开心 尝试新的雀斑妆 我是职业妇女 满脸雀斑还能够萌萌的 不愧是受尽天王宠爱的女人 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 昆凌还很努力地扮演天王嫂的角色 周董至交流跟宏老婆生日 昆凌体贴周董工作忙 既然她没有时间去 那么作为周家的代表周太太 只能够自己挺着大肚子去替老公做人情了 其实这位闲不住的周太太 她的伪安事迹说出来都能够吓人一跳 当她怀孕一个月的时候 她带病在温度直降冰点的上海街拍 顶着连保安大叔都冻得瑟瑟发抖的寒风 听声音好像有点感冒 对 重感冒 你们小心 当她怀孕三个月的时候 昆凌还坐起了空中飞人 4月7号她在上海 4月9号她在台湾地区 墾丁陪老公拍MV 4月10号她又飞回台北捞金站台 只要我觉得走得稳 目前来说应该都还可以 所以还没完呢 8天之后也就是4月18号 天王草又飞到了洛杉矶参加音乐节 当孕期到了四个月的时候 天王草工作量是少多了 但是昆凌还是显不住啊 又是陪周董打篮球 又是出席母亲节活动 给小朋友讲故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Hannah 昆凌 然后谢谢你们今天来到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那么大家一定会很疑惑 昆凌你到底要忙到什么时候呢 我应该会到生产的前一个月 都还在工作 对 行的再见 总和不到 好 好